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也有很多妹子跟我们在反映到就是说很多男生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接触的时候跟女生对着男生还蛮有兴趣的 但是随着大家在一起熟悉了过后女生发现这个男生更适合做朋友 那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朋友的僵局从而进一步上升为恋人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了三步走 那么第一步是做好一个朋友 怎么样去做好一个朋友呢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条短片 好 那么今天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PUMF的美女团的亚欣 哈喽 大家好 叫亚欣 对 来给大家来 我们来告诉大家如何从朋友升高为这个恋人 那么今天我们现在做的是第一步 就是我会经常的约她单独的出来相处 那么可能是在这里吃饭啊 也可能是随便找一个水吧坐着之类的 那么在你单独的约你的朋友出来相处的时候呢 她一定心里面会有一些疑问 或者说她会来问你 她会问你什么 我就会问就说就是你约我这么多次拍期待吗 对 还有一些就说她说你干嘛每次都约我不约别人 对啊 然后就每次搞得好像有 是吧 对对对 就说我们这种感觉呢 那当妹子她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做几点 首先第一个呢 就说你千万不能表白 就是你可能对她有意思 你可能感觉到她对你有点点意思 如果你对你这个男生没有意思 你不会单独跟她出来 对 她有点点意思 但是呢 这个时候你们出于这种恋爱的这种 就是若即若离这种阶段 你约她出来 大家都有点那种那层纸没有捅厚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不要去表白 因为很多时候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就说你本来会对一个男生比较有兴趣 但是她如果一表白你就觉得 好像就没意思了 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千万不能表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在这个约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呢 你不能有太多的亲密动作 就说你不能就去动和动脚 因为现在你们只是朋友 那么很多女生她很传统 认为我们是朋友 还没有怎么样 你就动和动脚 就觉得你很清楚 很不靠谱 很不靠谱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定是什么呢 就是要跟她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你们在约会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去八卦她的情感问题 不能自己说自己的朋友 不然这样会变成男闺蜜 就会让她觉得你是一个娘 对吧 就聊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就不会刺激到她的这个性幻想 或者说是两性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要跟她聊的话 基本上就是普通的聊天 不要去问她的情感史 也不要去大谈你自己的情感史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平时的 单独见面的时候做的事情 好 那么上面的短片呢 大家看到了我们怎么样去做好 一个朋友的本分 单独约妹子出来怎么样 是告诉她 我就是你的朋友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要强调一点 就是为什么千万不要告白呢 是因为在这种开初期的时候 你贸然的告白呢 会让妹子瞬间会觉得什么呢 她已经得到了你 那么她会对你们的关系呢 不再有所期待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 你的关系呢又没有到 就是她愿意成为你女朋友 这个阶段 所以说呢 这女生呢 她不再会投资 去跟你进一步的相处 那么于是呢 她就会去问你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千万不要捅破这层纸 然后呢进一步的和妹子相处 但是呢 我们和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又不能总是单独去约她 因为这样的话 意图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怎么样 又可以创造更多的 和女生约会的机会 又不让妹子认为 你就是就是在想要干嘛干嘛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你下一个这段片 那么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女生呢 作为你的朋友 你如果每次都单独约她出来的话 她会戒心很大 所以呢 你更多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叫上 然后呢 顺带叫上她 你说 今天我和朋友约要去打牌 你要不要一起来 对吧 顺带叫上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女生会认为 你就是她的朋友 那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 这些她会觉得 就是朋友这样相处 那么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 我们真正的吸引的产生 就是在慢慢的相处中 你没有办法把她单独的约出来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更加容易的 让她跟你出来相处 那么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呢 渐渐的渐渐的 两个人都有了这样子的一些感觉 那么就是你增加了更多的和女生相处的机会 然后又没有暴露你的一些目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朋友叫出来一些愉快玩耍的原因 那么其次呢 你在和你的朋友的聊天中呢 可以让她就是客观的听到什么 听到一些你想要传递出来的信息 比如说我可以说 上次我们去滑雪怎么样 巴拉巴拉 对吧 你上次出来的很傻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马上转 你说要不下次我们一起去 对吧 用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很自然的 就有了下一次的这样的约会 那么女生呢 也会认为是她主动要求的 或者比如说 我们说上次这个吃了鱼特别好吃 我们就形容这个鱼特别好吃 然后呢女生就说 我要吃我要吃 你说 那你这个下次带你去吃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更容易的就得到了这个下次约会 那么下次你约她的时候呢 她一问她那女朋友怎么没来 今天她去参加婚礼了 对吧 对对对对 对是不是 然后呢 就只有我们俩去了 我说哎呀她不去也罢 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 需要这样多人的 但是呢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你在一边打牌 或一边玩的时候呢 可以显示你的一些个人的能力 比如说呢你今天你一共请了 你把他们全部赢了 赢了两三百是吧 要晚上请你们吃饭 对不对 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再比如呢 我们在这个聊天中间呢 我们可以穿插一些 玩牌中间呢 可以穿插一些聊天 比如说你之前的那个 不是说了 做的那个事情做的怎么样了 对吧 那么无形装逼呢 最为致命之好吧 那么你在打牌的过程中呢 顺便把逼也装了 把妹子也泡了 把钱也赢了 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次约会 好 刚刚可以看到我们是通过这样子 把朋友约出来 和这个女生一起互动 来进一步地展示你自己 但是呢 我们只是处于朋友之间的一些互动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朋友呢 更进一步的升高成恋人 那么他需要一个蜕变的时机 那么这个蜕变的时机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你们认识了半个月了 一个月过后呢 在某一天晚上 你主动的去跟妹子说话 你说在干嘛 这女生说我没有睡着或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也给她分享一些你的心事 甚至呢 可能是打一些电话 通完电话过后呢 你们的关系呢更进了一步 然后呢 又敲定了第二天的约会 那么在第二天约会中 你再进行关系的升高 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搞定妹子 那么关于怎么和妹子 在这天晚上找到机会 然后突破 怎么去发掉短信呢 更多的资讯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UAMAP 我们就不在这里过多讲解了 那么关于第二天约出来 怎么一步到位确定关系 可以看我们的下一条段 刚刚我们讲到呢 就是我们之前都是 与朋友相处 但是呢 通过一个深夜的契机 比如说我们的短信 一个电话过后呢 我们的这个关系呢 有爆发一样的这样的生态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短信呢 也好 我们的电话也好 比较虚无 就是说我们是 其实要真实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 就是在这样的情感爆发过后呢 一定要尽快的就把女神约出来 那么刚刚呢 我和亚欣呢 也探讨了很久 这样的问题 那么之前呢 我们是与朋友相处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情爆发的点过后呢 我们约出来应该怎么去做呢 其实亚欣她刚才也给问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跟我 你是不蒙而合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作为男人呢 这个是就要代理她的 就要像一个真正的这个霸道总裁那样的 对 就是说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刚刚亚欣也谈到 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作为朋友的时候 我们尊重女生 我们什么时候都询问女生的意见啊 这个女生感觉是OK的 但是呢 当你的情感在这一晚爆发过后 第二天你就不能这样 你就应该主动向女生 比如说牵手啊什么的 对 都要比较主动一点 对 其实女生这会儿是不会说甩掉你的手的 对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情感都已爆发 所以我们的第二天建议呢 就是你可以带到这样的私密的空间 对吧 其实你也不用跟她聊太多 因为你们在之前认识了很久 其实聊了很很久 那么在这私密空间呢 其实就是应该主动的进去 比如说一把就把她的手拿来抓过来 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反应 就会表现出来害羞 但是也不会甩掉你的手 就让你牵了 就会让你牵 但是呢 就是这个时候 你只要牵住了她的手 在此时此刻 其实她的内心和你的内心 你们已经完成了 从朋友到恋人的这样的一个跨路 大家记住一点 这个是一定要你来主动牵 你一定要强势的牵 但是呢我们又说到 你不能今天牵着手 马上就要去亲别人的 也不要这么快 那么今天我们就牵手 那么让彼此知道我们内心所属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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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个短片呢 其实就是如何从朋友关系 跨越到恋人关系的一些过程 大家看到其实呢 在中间套路少了一点 更多的是两情相略 更多的是顺行自然 那很多兄弟可能说到 浪哥我是用真心 在和这样的女生相处 换来的却是 你只是一个好的女人 或者换来的却是 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或者换来的却是 你还是我的男闺女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UAMAP 脱离备胎逆行女神 那么今天我们的打电视图 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导师团队 感谢花雨 阳光 咖啡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花雨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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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花雨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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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